中国法治进城 今日说法 空气洁净的山村突然飘来异味 把你吸进去的好难受 好难受 好像已经我姓错了 没有 它没有任何我们也知道 为了挣钱 害了乡亲 也害了自己 说雨点烟好是案子的 但是没有想到危害性这么大 几天之间 上百亩林木不翼而飞 我平时说你一手就你先砍 没手就你先砍 处于特别重大那般人 亡羊不老 一致合同挽回了损失 他砍了个面积也大致140岁 他就说把这个面积全部都不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所以我们在办案当中更加注重 这个生态修复 保护生态才有美好家园 我应该为自己所换的 对比那些相应的责任 现在我愿意认为不犯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为了绿水青山即将播出 习近平阐述了构成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方略的十四条坚持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人民当家作品 坚持全面一法治国 坚持社会统一核心价值体系 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的生命中 坚持 公平正义在身边 我的法治心愿是 让每一个普通人 分享到法治进步的红利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两会特别节目 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当中指出 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 而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和生态文明建设有关 在江西省中部 有一个滋西县 这个地方是一个旅游名县 面积不大 人口不多 但是环境优美 气候宜人 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 不过在2017年上半年 这个地方发生了一桩案件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而且就这起案件的审理 还创造了一个江西省首例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 怎样的首例案件 这个案件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017年5月 江西省辅州市 滋西县医院的病房里 住进了几个村民 他们都是同一个村子的 并且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 来到医院 8点多钟在车里洗衣服 就恶心吐 下来都有那个很难受的那个味道 在我这嘴巴里吸进去的好难受好难受 那个气味比较的就难受 好像已经恶心吐了样子 当时病人的症状 大多数症状 都是一个神经系统症状 有这个头疯 头疼 发力 夫妻系统症状 有些是咳嗽 咳痰 小发系统有些是恶心 呕吐 大多数症状都比较轻微 但是不是很重 但是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 有基础疾病病的 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 有心脏病的 这些症状稍微的重一点 就是头疯 发力 恶心 呕吐 村民所在的村子 是滋西县的一个小山村 据村民说 就在一两天前 他们闻到有刺鼻的气味 从山上飘下来 就是那个有烟过来 有烟过来 它就是早上八点八钟 早上八点八钟 就有点味道了 是那个风飘上那个天了 天空上就有风吹下来 吹下来就有点味道 味道我感觉就像有点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村民爬到山上 用手机进行了拍摄 村民看到 有人在山上搭了个棚子 在烧什么东西 从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村民觉得空气受到了污染 因此向当地环保部门 进行了反应 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赶到现场进行了查看 经环保执法人员检查 原来是村里的两个村民 在山上搭了个棚子 从外地运来废弃的 电子设备元件焚烧之后 提炼其中的金属 根据相关规定 处理危险废物 需要经过环保部门的审批 否则就是非法行为 没有属性 你这个它的危险分别 你必须由审办法厅 颁发的危险废物 出现金融洗合证 然后还有你一个处理设施 都要跟上的那种 我们当时看到它的窝点 就是什么东西没有 反正它是很简陋的一个 很简陋的 没有 它没有任何 我们也这个桃子根本不知道 还加工企业 采取一个措施 把它电子拿去降减 能把这个桃子拆掉 拿这个地方全部去 恢复炎状 环保部门当即对村民的行为 进行了制止 并且出具了相关文书 随后环保部门将这一案件 移交给了当地警方 在芝西县公安局立案后 2017年5月底 犯罪嫌疑人石某和黄某投案 根据石某交代 原本他想在山上搭建棚子养羊 结果给他干活的伙计 就向他建议 可以弄些废旧电子元件来 经过焚烧 提炼金属卖钱 结果石某和黄某一拍集合 就在山顶上搭建好了棚子 随后又经搭棚的伙计介绍 联系上了外地的电子垃圾销售方 2017年5月 石某和黄某分别 从江西杆州和广东 收购三车废旧电子元件 共110多吨 随后他们在没有取得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没有办理任何环保手续的情况下 故人采用柴油引燃的方式 直接焚烧废旧电子元件 到底是要有个 微废旧许可证的 这样子的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 当时我们说雨点烟好像是这样子 但是没有想到危害性这么大 结果烧了两天 村民就受不了了 因为当地的环境平时非常好 江西省滋西县是全国生态旅游大县 全国生态示范区 森林覆盖率高达87.3% 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只说 高居全国潜力 经过几天的治疗 感到身体不适的村民都出院回了家 犯罪嫌疑人石某和黄某的家人 也向受害村民 给予了相应的经济补偿 因为我们在外面都是家人 然后就赔偿了 比如住院护医药会了 然后他们在看病前吃住了 这些东西了 然后过后他们出院了 还买给他先干买营养品了 这种 茨西县环保局将现场扣押的 未焚烧的废旧电子元件 及焚烧过的电子元件残渣50多吨 运到环保局大院进行封存 随后 茨西县公安局 以涉嫌污染环境罪 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 经检察机关委托鉴定 石某和黄某焚烧危险废物 造成了一定的大气环境损害 焚烧残渣和未焚烧的危险废物 后续处置 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处置费用 2017年6月 茨西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 逮捕石某黄某污染环境一案时 发现该案存在污染环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于是在8月底 将案件移送至 辅州市人民检察院 就是这起案件发生以后 当我们检察机关 敏略的意识到 需要追究被告的 民事赔偿责任 污染环境 它不仅仅要承担刑事责任 而且还要承担民事责任 污染了环境 污染了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 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二款之规定 辅州市人民检察院 于2017年12月25日 对石某黄某污染环境一案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这起案件 是我们江西省检察机关 在这个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 向法院提起的 第一例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现在开庭 提被告人到零 被告人先站上 2018年1月29日 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两起案件进行了 行民二合一公开开庭审理 石某和黄某当庭认罪毁罪 当庭请求让其情有资质的厂架 进行垃圾无害化处理 民事公益诉讼法律的不懂和无知 导致对繁星机器为罪名造成了伤害 也致死执行之心的生态 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罪名 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现在我愿意认罪乎法 无论法律对我怎么验醒 可能就无意义 同时我还愿意积极财产 引估来环境造成的损失 庭审期间 公益诉讼人在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 最后陈述等环节 从案件的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等方面发表了意见 并事实开展环境保护教育 全省各地检察机关法院 相关工作人员100余人 现场观摩了庭审 我们这个地方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这个是属于首例 特别是在提起刑事诉讼以后 又提起环境资源公益诉讼 那法院将这两条案件 合并审理 这在我们是首例 不是一判了之 而是注重环境修复 责任被告的进行直诉造林 林业机关和相关的资论部门 进行有效的监督 悄悄采罚白亩林木 言而道林 终归还是自欺欺人 从某种利益的冲动了 促使他之后就涉嫌违法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为了绿水青山继续播出 2018年2月8日 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别对这两起案件 做出了刑事和民事判决 刑事判决部分为 认定石某和黄某 构成污染环境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 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并各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现在经理开心 我接着我自己 认罪了 非常后悔 这种因为不说你不懂法 你就可以犯法 这种是吧 我们这个以后做事 肯定首先要对法律这块 查明确了以后 才能去做这种事 而对于这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法院判决 石某和黄某对涉案 全部危险废物及其残渣 依法进行无害化处置 并承担已经发生的鉴定费 危险废物处置费等 并且石某和黄某 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8万元 在焚烧危险废物的现场 和周边40余亩土地上 进行植树造林并养护三年 也就是择命被告人 进行植树造林 进行一定的养护 林业机关和相关的资论部门 进行有效的监督验收 那么这也是对 污染大气环境的 一种弥补和修复 在刑事判决部分 石某和黄某都被判处了缓刑 他们之所以受到了较轻的刑罚 也正是因为 他们承担了污染处理 和生态修复的结果 污染了环境 不仅要受到刑事处罚 还要承担相应的生态修复责任 这是江西省法院系统 近年来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中 牢牢秉持的理念 我们在办案当中 在办理环境资源案件的 过程当中 我们是突出保护优先 修复为主的这么一种 司法理念 比方说非法 焚烧垃圾 电子垃圾 烂砍烂法 包括一些非法捕捞 这些案子当中 我们把对生态修复这一块 作为我们定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么就是说如果在环境修复这一块 责任人他承担了一定的修复的义务 那么我们在定案的时候 对它予以减轻处理 石某和黄某污染了环境 不仅受到了刑事处罚 而且还要花钱处理所有的电子垃圾 并且还要负责植树造林 恢复生态 这样的判决在以往的案件当中 确实是比较少见 而类似这样的案件 在江西省还不仅是这一例 就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几天之后 在江西省的另外一个地方 九江市同样开庭审理了一起 与环境资源有关的案件 2018年2月2日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 深入彭泽县杨子镇巡回法庭 审理一起滥罚林木 还资刑事上诉案 请执行法庭打开借鉴 这个人是江西省九江市 彭泽县某村村民刑某 那么他到底是怎样触犯法律的 又会面临怎样的刑罚呢 这还要从一起报警说起 2017年春节期间 彭泽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 说有人在附近山场砍伐树木 山长发现有人在无证砍伐 就是浪伐树木 然后打电话给我们举例 这个时候有两三个人正在砍伐 然后我们就马上给他制止 然后对他进行了促杀 2017年3月 彭泽县森林公安局对此立案调查 犯罪嫌疑人刑某随后到公安局投案 刑某是彭泽县杨子镇 西丰村马路族的村民 他砍伐的林木就在村子附近 他应该按照森林法律有关规定 就是说采发林木 一定要办理林木采发许可证 没有办理林木采发证实施采发 也就是涉嫌乱法林木罪 经彭泽县森林公安局调查 2016年上半年 刑某与其朋友杨某商谈合伙购买 西风水库附近山厂的林木采发权 并于同年11月9日 由杨某与马路族村民签订了买卖合同 因为这个顶改之后 这个山都分到国家国户去了 国家国户去了 这个老板就通过在丢转 就是到国家国户丢转的 要是砍伐的话 还是需要有手续的对吧 对对对 法官司说你也砍去你就砍 没手续你就别砍 他们说有路管区矮化指标 就是说我们可以留转 他搞指标砍伐 当时是这个情况 刑某随后在未经办理林木采发 许可证的情况下 故请刀工对山厂进行砍伐 并故请货车司机将所采发树木 运往安徽省当地予以销售 据我了解砍树需要 必须要办指标办手术 只能砍伐 但是由于我身上没钱 那个时候是考虑到先 想办法砍一点点 把村民的钱还给他 因为还差他们的钱 钱不够 我要办采发证 我必须在村民那里 拿到那个三菱证 拿到三菱证以后 再回去办采发证 因为你钱不给他 不给王给他 他不给林业证给你 不给林业证给你 你就办不了采发证 因为他付了钱给老百姓 现在就是说 他就是急得还本 不就是从某种利益的冲动了 促使他之后就涉嫌违法 经彭泽县林业工程师鉴定 刑谋采发的面积为142亩 活力木蓄积为493立方米 按照我们这个森林公安 这一块的时候 它属于特别重大的 属于特别重大的 那方林木案 属于特别重大的 那方林木案 2017年5月 刑谋向彭泽县森林公安局 退缴销售林木的 违法所得12万元 随后 彭泽县法院经审理认为 刑谋与他人合伙购买 山地林场后 在明知未获得采发 许可证的情况下 采发活力木蓄积493立方米 数量巨大 行为已经构成滥罚林木罪 然后他重新情节 这方面就有一个自首 他是属于像森林公安 是主动投案的一个情节 还有一个他向森林公安部门 是积极退缴了 这个非法所得 一个承诺 为案件保留了生机 其实我们也想把它植起来 把树植起来 对我们自己老百姓也好 一个合同 各方受益终得圆满 这个好的判断 让我们也有解决的一些难题 加强司法保障 建设美好家园 公平入住 让老百姓都知道 这个生产环境 不容易破坏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为了绿水青山继续播出 此外还有一点不同寻常 就在2017年12月 邢某还向彭泽县林业局 出具了一份承诺书 表示他已经深刻认识到 自己所犯错误 因此承诺补灾树苗140余亩 用以修复林地 承诺把那个苗木补起来 就是以前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 人家自己家的山 荒山那些小树 长不起来的东西 把它砍掉它 然后重新种植树 本来我也是想 那个时候 本来也是想 因为是去年 今年才开始搞的嘛 植树也要到明年 起码开军植树节 才可以植树 现在植树成果率太低了 其实我们也想把它植起来 把树植起来 对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老百姓也有好处 据此2017年12月底 彭泽县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刑某犯滥罚林木罪 判处有机徒刑两年四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一审后 刑某不服判决 于2018年1月 向江西省九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的法官 在接到这起案件时 敏锐地意识到了 一个问题 那就是只是判决刑期 只能对违法者 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 但是对于已经被破坏的环境 并没有实际的益处 鉴于一审期间 刑某曾经向当地林业部门 出具了一份承诺书 表示愿意补栽树苗 以修复林地 因此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决定 促成这件事 一审判决之后 上诉人提出了上诉 他希望通过生态修复 来减轻对他的处罚 在二审期间 我们和彭泽县法院 也积极协调 也得到了林业部门的 大理知识 最终 在彭泽县法院 和县林业部门的积极联系下 刑某与彭泽县黄乐生态林厂 签订了委托造林合同书 刑某及其亲属 自愿缴纳十万余元作为造林款 刑某把造林款交给林厂 约定由林厂进行植树造林 以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我们老百姓种的话 相对来说 可能没有他们专业了 他们专业一点 种更好 他们管理都好一点 我第一感觉 这是个相当好的事情 体现了人性化的判决 在一个生态得到的恢复 在我们场里面在书 本来需要一大笔资金 真好 这次有这个好的判决 让我们也有解决了一些难题 造林经费的难题 我们考虑 这一类难发里目的案件 如果深入到这个案发地进行审理 它这个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会更好 所以我们就和彭泽县法院 和当地的这个党委政府 取得了联系 也得到了他们的知识 2018年2月2日 江西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为了更好地对群众 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 法院特意将开庭地点 设在了彭泽县杨子镇 巡回法庭 彭泽县杨子镇党委政府 把本次巡回审判 当成一次极好的 普法宣传教育的机会 组织当地村干部和村民 旁听了当地的庭审 他砍了这个面积 大概是140元 他就说把这个面积 全部都补栽起来 那补栽起来呢 这个方法应该是说 符合我们当前 我们对环境保护的 这样一种国家的大学 那么对他这个 如果说宣号他缓急 一个是他自己确实 能够有利于他的这个 认错 毁罪 接受感受 他就会真的觉得 我们法律还是有一定的温情 自己确实是做错了 他就改了 有错就改了 这个是个好东西是吧 这是对的 那第二个如果说 他能够改正他那个错误 认识他那个错误 其实对当地村民 也是个教育罪 因为村民可能 大家对这个问题 法律意识不是很强 他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伤 说不定他就是 有真的想法对吧 那么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 应该是对这个当地 这个环境保护 对这个生理资源的保护 是有很好的教育和促进 二审法院认为 二审期间 刑某与彭泽县黄乐生态林厂 签订委托造林合同书 资源通过义务指数 以恢复生态环境 有毁罪表现 可对刑某从轻处罚 现在开始宣判 请大家全体起立 当天法庭作书终审判局 对一审结果进行了改判 判处刑某有机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我们在二审当中的话呢 也得到了林业部门 和这个国营领堂的这个知识 这个案件的话呢 能够通过生态修复 既减轻了这个上次人 的这个刑事处罚 社会反响也比较好 可以说是人性化的这个判决 怎么想呢 现在三年这一块是 这个红线肯定是不能去碰的 在以后不回去干那种事情 以后能有办法 自己家的山 有的空的地方 把它重一点 开始不回去干了 类似这样的环境资源案件 在环境资源大省江西 还有很多 江西省森林覆盖率 高居全国前列 当下江西省把绿色生态 作为江西最大财富 最大优势和最大品牌 突出生态优先 加快绿色崛起 全面推进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 要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2017年3月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正式成立 经过努力 江西省法院系统 已经初步建立了 覆盖全省三级法院的 环境资源审判体系 推动全省建立了 环子庭 环子合议庭 还有环子审判案件 规口管理 这么一个专门化的审判体系 来保证对环境资源的案件 实行专门化的审理 除了突出保护优先 修复为主的司法理念之外 为了大力宣传和提高 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江西法院系统还设立了 多个环境资源 司法实践基地 司法保护基地 有些案件就到现场去开庭 为的就是要让环保理念 深深扎根在民众的心中 确定一定区域的 就是作为司法保护的范围 那么公之入众 让老百姓都知道 这个生态环境不容破坏 还不容审害 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当中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 功在当代 利在全球 而在江西省 我们看到法院系统 通过司法创新 为美丽中国贡献智慧 他们通过判例 让生态保护的观念 深入人心 真正地成为 每一个人行动的指南 我们也相信 通过这样的努力 未来我们一定能够拥有一个 蓝天常在 青山常在 绿水常在的美丽中国 感谢收看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